学会在敌人面前装傻是一种示弱 但又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因为这会为你赢得时间与夺取胜利的机会 甚至是赢得敌人的友谊和宽容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人才更容易成功 而那些不善于试试装傻的人 到最后只有死杀硬拼 忠诚败将 当今社会有必要学会装傻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傻一点 这也就是指不要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 不要总是去反对别人说的话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是人人都可以傻到恰到好处 如果装傻不能恰到好处 那么可能就会弄巧成拙 必要时学会装傻才是真正聪明的人 做人不能太单纯了 也不能表现得太聪明 该装傻时就装傻 我们接下来分享另外一个主题 插画看时机 给对方留下良好印象 那么怎么样清晰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呢 以下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 不要丢掉主语和关键词 在与人交流的时候 人们为了说话简洁 经常会把句子当中的一些成分省掉 这样虽然听起来简洁 但是稍有不慎就会使人产生误解 比如说一个人说话结结巴巴 挑中了一双鞋子 他说 大大大大 于是收货员就拿了小一码的鞋子 结果这个人还是说大 收货员看了看这个人的脚说 先生 再小 你就穿不上了 男子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是说 脚 脚 脚大了 可见在说话的时候 不能为了说话精简 而丢掉必要的成分 比如说 主语和一些关键词 第二条建议就是 尽量少用方言 常言道 五里不同语 十里不同俗 因为地域文化等差异 同一个意思 各地方言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 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比方说我国有一些地方的方言 孩子 是代表鞋子的意思 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一方言差异的两个人见面 那就很可能会闹出笑话来 有一次在街上 甲碰到新来的同事 以热情地上前跟他打招呼 哎 你这去哪呀 你一个人哪 你的孩子呢 以非常纳闷地看着自己的脚 我的鞋子不是穿在脚上吗 你怎么问我鞋子呢 其实啊 甲只不过是问 以他的孩子 他的小孩去哪了 怎么没有跟他一起呢 可见与人交谈时 想要精准表达 就要尽量少用方言 否则就有可能会像上面一样 闹出笑话 让人误会 准确表达才能减少歧义 表达完整 才能够更加准确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下一个主题 就是高效简洁 废话连篇的话语 谁都不喜欢 啰嗦的语言 是最让人困惑不解的 我们都知道 难得糊涂 历来都被推崇为高明的处事之道 装傻并非真的傻 而是大智若愚 做人切记 是才自傲 不知饶人 锋芒太禄 亦遭人记恨 更容易树敌 历史上的功高震助 不知道给多少下属臣子 招致杀身之祸 在与你的对手交锋的时候 不要表现得太聪明 应该学会装傻 因为当你的对手 认为你很聪明的时候 他就会打起120分的精神 来应对你 会让你头痛不已 而当你装傻的时候 你的敌人就会对你掉以轻心 试问 如果是你自己的话 你会不会太留意一个 看上去没有能力 又很蠢的人呢 但是 胜负往往就在这 以一念之间 有些朋友又犯难了 怎么样才能够拉近 跟一个交往不深的人的距离呢 突如其来地赞美他吗 不 那样会显得脚柔造作 不伦不类 你不如胜赞 跟对方密切相关的 其他的事物 这个效果啊 也会出乎意料地好 比如说你见到对方 带着孩子 你就夸夸人家孩子 长得漂亮 聪明 那比如对方穿了一件新衣服 你就可以夸夸他的新衣服的款式 这些都是 胜赞跟对方密切相关的 其他事物 都能够有好的效果 跟人初次接触的时候 还有一个增加亲切感的话术 那就是 在对话当中 多增加提起对方名字的频率 或者使用显得亲近一点的称呼 比如说 赵哥的意思 是让我们再来一趟 张哥对我照顾挺多的 当你一直将对方的称呼 挂在嘴边的时候 对方心里就会 涌起一股亲切感 并且感觉自己似乎 跟你早已相识多年 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 被喊出名字的人 通过这种感受 会认定 称呼自己的人 对自己是非常认可的 试想 谁会讨厌一个认同自己的人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另外一个板块 我们来说一说交流沟通当中的 说话禁忌 最后要注意的是 在交谈过程中 每个人都会有表现欲 同时也就有被发现 被承认 被赞赏的内在心理需求 因此 在和对方交谈的时候 一定要满足对方的这种欲望 你不能一味地跟对方说好话 适当地留一点空间给对方 慢慢地品味你的好话 就像吃一道美味佳肴一样 必须要给他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品味 如果你只热衷于表现自己 而轻视他人的表现 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津津乐道 而对他人的一切 都是不屑一顾 那就势必会造成 自吹自雷 自我陶醉的不良印象 最终你的好话 也就变成了一对空话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开口就能说重点 本书作者刘薇 由平哥为您播讲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 幽默到底是一种 怎么样的说话技巧 这一部分不是那么具有实战性 但是能够让我们想明白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样的语言 会造成幽默的说话效果呢 幽默是人际沟通的润滑剂 智者们善用幽默 使生活当中激化的矛盾变得缓和 使难堪的场面得到化解 使紧张的节奏得到松弛 幽默是一种人生境界 是看世界的宏大眼光 是人生的全新角度 幽默使人生经过历练之后的豁达 也是积极向上的状态 幽默使你在笑声中将自我与世界连接 与世界成为朋友 而幽默同样可以培养出来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技巧 巧用停顿 意趣迸发 有一个妇人生性吝啬 一毛不拔 这儿子长大了 需要读书 他想聘请一位教书先生 但是又不舍得花太多钱 因此 他再三讲明 他们家的伙食不太好 可是当时的一位老先生 还是一口答应了 这富翁恐怕口受无凭啊 要老先生写一张合约 老先生就写到了 无鸡鸭一克 无鱼肉一克 青菜一叠足矣 这富翁一看 他就理解成了 无鸡鸭一克 无鱼肉一克 青菜一叠足矣 于是就欣然签了字 邀请着教书先生 常驻他们家了 那只吃低顿饭的时候 妇人让庸人端出一叠青菜 给这老先生下饭 老先生非常生气地说 富人违约了 怎么净是青菜呀 我们不是约定了 无鸡鸭一克 无鱼肉一克 青菜一叠足矣吗 结果 弄得富人是哭笑不得 连呼上当 这里呢 是运用停顿 来制造幽默 让人感觉到 其发言很长 不料停顿之后 意义突转 与意前后反差强烈 而产生了幽默的效果 第三种幽默方法就是 婉言曲说成幽默 有些事儿 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 不太合适 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或者不愉快 而婉言曲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且这种 婉言曲说 不同于修辞隔离的 委婉修辞方法 它是形成幽默的 一种语言艺术 一般来说 幽默应该避免 敌意和冲突 否则 幽默就会失去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婉言曲说 是最合适构成 幽默的方法 凡有大智慧者 他们不仅仅 专场于自己的一份事业 而且在待人接物上 有着独特的迂回之术 他们能够在 让人发笑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 融入自己的观点 以达到 影响他人的目的 我们接下来 继续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来说一说 因人表达 跟谁都聊得来 第二就是 声东击西的幽默法 声东击西法 是一种更加含蓄 迂回的幽默技巧 目标向东 而先向西 欲要进攻 先后退 利用幽默的语言 来回击 或者反驳一些 错误的观点的时候 那这种技巧的运用 就特别有利 但是 声东击西法 要取得好的效果 需要听众 静心默思 反复品味 因为这种 幽默技巧的特点就是 你想表达的思想 不是直接表达出来 而是以于为止 被埋藏在 所说出来的话里面 听众在听完话之后 必须有回味的时间 才能够体会出 这其中的奥秘 有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问路 他对一个路人说 劳驾 请问这派出所怎么走 一个行人回答他 这很简单 你用那个石头 朝对面商店的橱窗 给扔过去 十分钟之后 你就到了派出所了 这路人似乎是 答非所问 他没有具体回答 去派出所的路线 却提示了 去派出所的一种 可行的方法 只要你制造事端 自然就会有人 送你去派出所了 这就是 声东击西的幽默法 大家注意啊 咱们说的是 说话幽默的方式 而不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一个实际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 常用的三点论的话术 供大家参考 比如 我今天讲三点 我今天讲三个例子 我们今天的会议 分三个步骤走 我就三个方面 谈一谈自己的心得 我们目前有三个 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我就产品 市场和服务 这三个方面 进行阐述 这些开场表达方式 都是运用了 三点论的话术 大家可以在生活 和学习当中 多多地运用和练习 那么下一集 我们将会进入 另外一个主题 叫做 先结论后原因 对方就会迅速理解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开口就能说重点 本书作者刘薇 由平哥 为您播讲 优质提问 对方才能做出 有效答话 你懂得提问的艺术吗 为什么有的人 能够通过提问 获取有用的答话信息 而有一些人 却只能得到一堆 没用的答案 为什么有的人 能通过提问 迅速和对方攀谈起来 而有的人 根本就得不到 对方的回应 其实 这都是不懂 提出优质的问题 所以你的提问 才没有任何价值 也没有任何效果 那么这一部分 主要介绍在沟通当中 常见的几种 好的提问方式 能够帮助你 把话说到点子上 我们先来探讨 第一个主题 就是掌握话语主动权 关键要 主动提出问题 在场谈话中 如果你掌握了 话语的主动权 就可以充分表达 自己的想法 成功地说服他人 把自己的产品 推销出去 而想要掌握 话语的主动权 首先要从 主动提问开始 正如一位哲人 说过的那样 只有在提问的那一刻 你才掌握着 谈话的主动权 唯有主动提问 才能够更加了解 他人的内心真实想法 从而 达到你期待的效果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开口就能说重点 本书作者刘薇 由平哥 为您播讲 说话是一种艺术 也是一门学问 学问深了 就会受益匪浅 学问不深 就要处处碰壁 古人讲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说话也是如此 话不再多 点到就行 话不再好 时机对就行 掌握好说话的时机 是每一个人 必修的一门课程 因为如果你说的 不是时候 即便你的话再好 再动听 也起不到好的作用 而且还会给你带来 反面的效果 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实在是很不划算 掌握说话的时机 并不完全是什么时候 说的问题 而是要学会 根据对方的性格 心理 身份 以及当时的氛围 等一切条件 考虑自己说话的内容 有时回话者 对别人当面提出的问题 装作没有听见 避而不答 或者是眼睛放着别处 说一些根本不相关的事 强行把话题扯开 比如 有些人对谈话不够重视 回答别人问题时漫不经心 有些人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不想正面回答 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回答 但是又碍于面子 不能沉默 只好是答非所问 这其中可能是 自己的态度有问题 对谈话不够重视与真诚 也有可能是迫于无奈 有不得已的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应该尽量少用这种回话方式 因为如果你经常顾左右而言他 难免会让人觉得 你这个人不真诚 相反 面对别人的提问 如果没有涉及自己的隐私 或者是谈一些无伤大雅的话题 我们就应该给出正面 直接的回答 毕竟坦诚相待 是十分重要的沟通原则 在直接回答对方问题时 还需要注意以下的两点 第一 紧紧围绕对方的问题 不要把话题扯远了 很多人在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喜欢夸夸其谈 比如 在心仪的女孩子面前 特别想表现自己 但是 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只会让对方觉得厌烦 尤其是在谈一些 比较严肃的话题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直接地 回答对方的问题 第二 明确回答 要条理清晰 逻辑分明 既然是明确回答 就应该让别人听得懂 你在说什么 而不是听完之后 一头雾水 比如说顾客问你 这款手机有什么优点 你可以回答 这款手机配置高 外观精美 像素特别高 而且待机时间很长 而不要一味地只给顾客讲一些 比如CPU GPU 等等这些专业名词 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 我们来说一说 怎么样去说服别人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开口就能说重点 本书作者刘薇 由平哥为您播讲 如果把拒绝他人视为我们想要做成的事情 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这一目标实现起来事半功倍呢 方式固然有很多 如果涉及借口 则没有比借口的合理性更加重要的因素了 也就是说 如果要找借口的话 那么借口的合理性是拒绝他人的关键 王文在上海一家电器商场上班 有一天 他的一位朋友过来打算买一台电冰箱 可是朋友看遍了店里陈列的样品 也没能找到符合自己心意的类型 最后 朋友要求王文带他到仓库里去看一看 这仓库一般商家是不会随便让人看的 因为它包含了选品 库存等商业秘密 而且 这也不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 面对朋友这样的要求 王文不好意思开口说不 但是他脑子一转 笑着对朋友说 哈 真是太不巧了 前几天啊 经理刚宣布咱们商场的最近正月末盘点呢 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仓库 我们销售部门的也不让进啊 他的朋友一听便不再好意思说什么了 你看他这个借口就非常的具有合理性 在这个故事当中 王文把经理的吩咐作为借口 而达到了拒绝的目的 尽管他朋友的心里会有点不开心 但是 毕竟比直接听到不行 这样的回答要好多了 具体来说 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 来达到合理拒绝他人的目的 第一就是开玩笑式拒绝 用开玩笑的方式拒绝对方 通常既能够达到拒绝的目的 又不至于让双方感到尴尬 所以开玩笑式拒绝 也被视为一种很好的否定技巧 比如假如你是一个女孩子 男朋友邀请你去他家做客 但是 你觉得这时机还不够成熟 不方便盲目造访 你不妨这样问他 哎 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吗 男朋友可能会列出几样东西来 于是你接着说道 哎呀 都没有好吃的呀 我可不去 那这种巧妙的玩笑 不仅拒绝了对方的邀请 还可以避免回答 为何不去 可谓是一箭双雕 第三 欲否定于感叹之中 有个女孩过生日 男孩送了他一套衣服 但是女孩并不喜欢 男朋友就问他 感觉怎么样 喜欢吗 女孩如果直接了当地回答 不喜欢 吐里吐气的像什么样啊 那男孩肯定会非常伤心 那如果女孩说 啊 这款是我真的挺喜欢的 要是再素雅一些就更好了 因为颜色上 我更喜欢浅色一点的 那男孩就不会太伤心了 因为这句话的表面意思 好像是在说你买的还真不错 真有眼光 只是呢 这颜色素雅一些更好 而且女孩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不喜欢这套衣服 第二 用制度来拒绝 有位普通员工鼓起了勇气 才走进经理的办公室 并对经理说 对不起 经理 我想你是不是该给我涨工资了呀 经理回答说 你确实该涨工资了 可是啊 经理指了指墙壁上的规章制度 他不慌不忙地说 根据本公司的相关工资制度 你的工资已经是这一档中最高的了 那我想给你涨也涨不了啊 所以呢 你还是多多增加业绩吧 这位员工听了之后 有些泄气 他说 唉 我都忘了我的工资级别了哈 说完就不好意思地退了出来 就这样 公司制度让他放弃了 原本想要争取的东西 他也许在想 我怎么可能推翻公司的制度呢 这或许 也是经理期望他讲的话 第五 用商量的语气拒绝 或许你的男朋友 希望你陪他一起参加某个朋友的聚会 但是 你又觉得不太方便或者不妥 不妨就用商量的语气说 到时候我可能会没有时间呢 你看下次行吗 很显然 恋人此时的邀请有着特殊的意义 那等到以后 这意义可能就不大了 可是如果找到这样的借口 对方也就不好意思 再勉强了 拒绝是考验说话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而找借口 又是拒绝当中最常用的方法 此时如果能够针对对方的具体要求 有针对性地说出自己的借口 那么拒绝效果必然会更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另外一个主题 说明自己的困难 拒绝会顺理成章 第四 用下次巧妙推托 如果你不想参加某个聚会 你就可以礼貌地对邀请人说 谢谢你啊 下次有空我一定去 那如果有人想找你聊天呢 你又不想与对方聊 那不妨看看手表告诉对方 不好意思啊 我待会还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咱们改天吧 表面上你没有拒绝它 只是改个日期嘛 但是这里的下次改天 没有时间限制 那聪明人一听就明白 你这是在委婉地拒绝 你回忆回忆 那些说改天请你吃饭的人 是不是后来就一直都没有下文了 当然 这些呢都是中国人的人情事故 这样的拒绝方式 总比直接说 我没空 我不想去 之类的话要更容易 让对方接受一些 如今数据的概念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变得越来越流行了 但是它的应用 早就成了一种说服的策略 元朝制政年间 因为海宁一带没有通航 水路不畅 所以运送粮草 就只能通过陆路进行 考虑到海宁一带饱受战乱的困扰 无法再征用平民 所以 董伯萧将军就向朝廷建议 让士兵们刺激搬运粮草 不过这个建议一经提出 就遭到了全体大臣的反对 大臣们认为 国家已经处于战乱之中 士兵为了应付战争 已经付出了许多 如果再为搬运粮草后费体力 那势必会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听完大臣们的议论 董伯萧说道 如果用士兵运粮草 就可以按照一致行百里的方式进行 这个方法就是说 每十步安排一个士兵 一里只需要安排36个士兵 十里安排360个 一百里安排3600个士兵 每个士兵每次只背四斗米 装好布袋并做好记号 这样他们走十步 就可以传给下一个士兵 士兵来回走 而粮草却不停止运输 假如一个士兵每天走五百个来回 总的行程也不过二十八公里 其中一半还是在没有任何负重的情况下进行的 也就是说 每个士兵每天负重行走 也不过十四公里 但是每天却能够运送两百弹的米 假如一个士兵每天需要一升米 那么3600个士兵 就可以为100公里以外的 两万名士兵送去一天的粮食 再说 每个士兵每天不过走28公里的路程 负重十步后还可以歇一歇 大家就像是在玩传递游戏一样 怎么叫劳势动众呢 就这样 董博骁成功地运用数据 说服了重大臣 并且在实际操作当中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数据所展现出来的精巧运算 周密统筹 确实要比普通的言语 更加有说服力 另外 在运用数据说服的时候 也可以将那些平常无法感知的事物 讲得生动形象 从而增强对方对所说内容的印象和理解 我们接下来进入另外一个主题 语气温和 切记以止气使地去说服别人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开口就能说重点 本书作者刘薇 由平哥为您播讲 直接提问总是给人一种唐突的感觉 所以很少有人采取这种直接了当的方法 但事实上呢 一门心思给语言披上华丽外衣的人 往往就错失了机会 在一个小镇上 有一条街的全部商户都是做绸缎生意的 竞争可谓是十分激烈 虽然每天过往的客户是络绎不绝 可是 真正进店里消费的却并不是很多 很多人都是看一看就走了 最近在街东角新开了一家店 店主姓王 新店开张本来是一件喜庆的事 可是这位王掌柜却愁坏了 因为开张了好几天了 还没有一位顾客光顾 但是对门那些老字号的生意却十分的红货 有人就对王掌柜说了 王掌柜 做生意啊 你得让大家看到 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生意 把你的绸缎挂出去啊 人家自然看到就会买了 王掌柜一听 急忙找人在外面搭起几根竹竿 把这个绸缎给挂了出去 吆喝了起来 快来看看哟 物美价廉的绸缎 可是王掌柜的嗓子都喊哑了 可还是买的人很少 大多数的人只是过来摸摸看看 摇摇头就走了 王掌柜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绸缎就是卖不出去 十分苦恼 这时恰巧一位朋友经过这儿 对着王掌柜说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问 人家需要什么样的绸缎呢 也许你卖的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 那即使你的绸缎再华丽 他们也不会买啊 王掌柜点了点头 若有所悟 不一会儿 一位老妇人过来看绸缎 王掌柜就问她 您这是要买什么样的绸缎呢 这位妇女回答 我本来想买薄一点 花纹多一些的绸缎 可是你这里绸缎太厚了 这里四季如春 即使是冬天 也穿不了你这么厚的绸缎呢 于是妇人摇摇头就走了 王掌柜这才明白 原来生意不好啊 是因为自己家的绸缎的料子太厚了 于是立即换了一批 薄一点的绸缎挂在外面 果然这生意就好转了 你看你要是不问问 人家怎么会主动告诉你 你这个产品不合适呢 所以啊 多问 一问 你就会有结果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开口就能说重点 本书作者刘薇 由平哥为您播讲 俗话说得好 一句话说得让人跳 一句话说得让人笑 同样的话语 不同的表达方式 产生的结果会迥然不同 那么 在办公室里同事之间的交往过程当中 说话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第一 办公室里有话好好说 切记在同事交谈中 寻找辩论的乐趣 在办公室里 在办公室里与人相处要友善 因为你们抬头不见低头见 所以说话态度要和气 让人觉得有亲切感 即使是有了一定级别 也不能用命令的口吻 与别人说话 说话的时候 更不能用手指着对方 那这样只会让人觉得 你没有礼貌 让人有受到侮辱的感觉 虽然有时候 大家的意见不能够统一 但是 有意见可以保留 对于那些原则性 并不是很强的问题 我们没有必要 争得你死我活 的确有些人口才很好 那如果你想一展才能 则可以用在 与客户的谈判上 因为你总是好遍逞强 就会让同事们静而远之 久而久之 你就不知不觉 成了那个不受欢迎的人 第七 切记过于张扬 显示自己的小聪明 在与同事的交流中 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 天文地理历史哲学 古今中外日月今天 江河行地般的话题 那如果你在交谈中 总是表现得万事通 耍大能 那到时候 说不定就会打自己的嘴巴 砸自己的脚 因为交谈是相互了解 相互交流的方式 而不是来让你表现 你的学识渊博 见识广泛 更何况 老子曾经说过 言者不知 知者不言 交谈中什么都说的人 其实就是个半调子 说不定 啥也不知道 我们接下来继续 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来说一说 恋爱当中 言语间 多放点 甜言蜜语 第三 不要在办公室里当众 炫耀自己 不要做骄傲的孔雀 如果自己的专业技术 很过硬 如果你是办公室里的红人 如果老板非常赏识你 这些就能够成为 你炫耀的资本了吗 骄傲使人落后 谦虚使人进步 再有能耐 在职场生涯当中 也应该小心谨慎 你要知道墙中更有墙中手 倘若是哪天来的个 更加能干的员工 那你就一定会 成为别人的笑料了 倘若哪天 老板额外地给了你一笔奖金 你就更不能在办公室里炫耀了 因为别人在一边 恭喜你的时候 其实也在一边地 嫉妒你 第二 不要跟在别人身后 人云亦云 要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老板赏识那些 有头脑 有主见的职员 如果你经常只是 别人说什么 你也说什么的话 那么 你在办公室里 就会容易被忽视 你在办公室里的地位 也不会很高 不管你在公司的职位如何 你都应该发出 自己的声音 敢于表达 说出自己的想法 第五 切记喋喋不休 独占 谈话时间 许多人在与同事交谈的时候 总是把自己放在 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 自始至终都是 一个人唱独角戏 喋喋不休地推销自己 滔滔不绝地 诉说自己的故事 但是这样 不但不能展示你的口才 反而会令人生艳 交谈的时候 就应该谈论 共同的话题 长话短说 让每个人都有充分 发表意见的机会 而且 你还要留心别人的反应 这样才能够融洽气氛 重情相悦 正如亚历山大汤姆所说的 我们的谈话 就像一次宴请 你不能光顾一个人吃 也不能自己吃饱了 就离席了 我们还要照顾到 其他的人 第六 切记逢人诉苦 散播悲观情绪 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都会遭遇到 挫折和苦难 但是每个人的处理方式 会有不同 有的人会迎难而上 有的人会知难而退 有的人却将苦难 带来的忧愁 传染给别人 在众人面前 倾诉自己的心酸 以获得别人的同情 在与同事交往中 如果你一味地诉苦 就会让别人觉得 你没有魅力 没有能力 也就会失去 别人对你的尊重 第四 办公室是工作的地方 不是互属心事的场所 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特别爱砍 性子又特别直 喜欢和别人倾吐苦水 虽然这样的交谈 能够很快地拉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使你们之间 很快变得友善 亲切起来 但是 心理学家调查研究后发现 事实上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能够严守你们的秘密 所以当你的生活出现 个人危机 比如说失恋 婚变之类的 那最好还是不要在办公室里 随便找人倾诉 当你的工作出现危机 比如说工作上不顺利 对老板同事 有意见和看法的时候 你就更不应该在办公室里 向别人袒露胸襟 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 有了问题 应该尽量避免 在工作场所里议论 你不妨找几个知心朋友 下班以后 再找个地方 好好地聊聊 在职场中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自己 明明是在为公司 为上司考虑问题 但是仍然受到责备 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上司通常都很忙 他们更懂得时间的宝贵 所以当你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 没完没了地续到 或是在一个话题上 绕来绕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感到厌烦 即使你的建议有价值 也会被当作废纸 扔到垃圾桶里 所以身在职场 尤其是在面对上司的时候 兜圈子 实在是不靠谱 有话直说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无论是朋友同事 还是家人之间 都需要有话直说 有人总认为 有话直说未免太傻 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 我们一生中 有多少时间来兜圈子呢 如果事事都想绕弯 自己累不说 别人也会累 而有一说一的人 则能够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 接收到最有用的信息 一个是浪费时间的人 一个是节约时间的人 你说哪个更傻 而你又会喜欢跟哪个人交流沟通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另外一个话题 冷静表达 说话有逻辑 一位推销员在见到一位顾客后这样说 我叫某某某 是某某公司的销售员 我可以肯定我的到来不是为你添麻烦的 而是来与你们一起处理问题的 帮助你们赚钱的 请问您对我们公司了解吗 看到客户不说话 推销员继续说 我们公司啊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 在这个行业呢 我们公司规模是最大的 我们的产品占有百分之三十的市场份额 其中大部分都还是回头客 那对于您来说呢 这些啊正是您的公司所需要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自问自答 不仅会吸引对方的注意 还会让对方迫切地想要知道 你过去那些客户都得到哪些利益了 而他自己将会从中得到哪些好处呢 所以这个谈话也会顺利展开了 问题不需要伪装 直接提问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见某人 就拿起电话打给他 诚意地邀请对方 如果你遇到困难需要朋友的帮助 就直接真诚地提出来 如果你想要升职加薪 就直接找上司沟通 你要记住 问题不说出口 你只会与机会失之交臂 而简单直接地提问 不一定会得到对方的有效回应 但至少为自己争取了成功的机会 我们接下来继续探讨另一个话题 了解对方的好奇心 引导他主动提问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开口就能说重点》 本书作者刘薇 由平哥为您播讲 我们平时说话时 很少注意说话的顺序 其实说话的顺序不同 其表达的意思也会大相径庭 甚至是截然相反 据说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先生在世的时候 有人看到他事业坎坷 于是送了他一句话 屡战而屡败 陶行之听了之后笑了笑说 不对 这句话应该改为 屡败而屡战 纵然屡战而屡败 能够形容陶行之先生的 一生坎坷立场 但是屡败而屡战 则更能体现他 不怕困难的顽强精神 如此看来 颠倒与序 这语意就截然不同了 如果我们在回话的时候 注意回话的前后顺序 那往往就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曾经有两个教徒 在做祷告的时候 偷偷吸烟 正好被牧师看到了 牧师问第一个教徒 你刚才是在吸烟是吧 教徒非常诚恳地回答 是的 结果这位教徒 就被牧师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牧师又问第二个教徒 你刚才是在吸烟对吧 教徒回答说 是的 而正当牧师要大发雷霆的时候 教徒连忙问他 在祷告时不能吸烟是吗 牧师严肃地说 当然不能 教徒又问 那么在吸烟的时候 我可以祷告吗 牧师想了想说 可以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祷告啊 教徒说 那就对了 我刚才啊 就是在吸烟的时候 同时在做祷告呢 这牧师听后笑了笑说 还真是的啊 于是 这个教徒就免于了责罚 两个教徒都是在 祷告的时候吸烟 前者说 在祷告时吸烟 这是对上帝的不虔诚 因此受到了责罚 而后者说吸烟时做祷告 则体现出了这位教徒比较勤奋 说明了他对上帝是忠诚的 显然后者答话的巧妙之处 就在于他颠倒了语序 使得话的含义 截然不同 1995年3月初 著名的篮球巨星 迈克尔乔丹 付出了继续他的篮球之业生涯 为了宣布这一重磅消息 他的经纪人当时给乔丹 准备了新闻发言稿 却被乔丹拒绝了 乔丹说 我不喜欢这些稿件 我要自己来 他随手抓过一张纸 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I'm back 我回来了 3月18号 迈克尔乔丹正式发表 他的回归声明 以我回来了 来回应人们 关于他的职业生涯计划的疑问 就这样 这句简洁却充满力量的宣言 成了各大媒体 镜像报道的对象 在人们心目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简洁的话语最有力量 迈克尔乔丹 仅仅用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就表现出了回归者的霸气 让人不得不为之叹服 所以言不再多 答义则灵 几乎所有的演讲大师 在演讲的时候 都能够做到字字珠基 用最简洁的语言 诠释语言的艺术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开口就能说重点 本书作者刘薇 由平哥为您播讲 在日常生活当中 说服的事情几乎随处可见 母亲生病了 不肯到医院去动手术 要靠说服 痴情女失恋 痛不欲生 要靠说服 年轻人不求上镜 作风浮躁 也要靠说服 在说服别人的时候 不妨直话屈说 忠言晚说 在说话中 避开对方的忌讳点 绕道而行 选择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谈起 不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意图 然后一步步迂回接近 当对方跟着你 走完一段路程之后 他已经不自觉地缴械投降了 春秋战国时的燕子 触龙等人 可谓是迂回说服他人的大师 春秋后期 其向燕子头脑机敏 能言善辩 经常劝谏齐警公 截至刑罚 降低说服 有一天 齐警公的一匹爱马暴死 齐警公勃然大怒 不容分说地 要把这仰马人给肢解掉 恰好这时 燕子也在齐警公的身旁 侍卫已经持刀进来了 燕子不动声色地问齐警公 当年姚舜肢解人时 从谁的身躯开始的 齐警公回答说 从自身开始 刚说完 齐警公就听出了 燕子的言外之意 就是委婉地批评他 于是他下令 不知解这仰马人 改口说道 那就罚他下地狱吧 燕子说 好呀 但是允许我带大王 数数他所犯下的大罪 这样才能够让他 心服口服 齐警公说 那就先听一听 于是燕子 是国君最喜爱的马 这是第二条死罪 你让国君因为一匹马 这样的小事而杀人 百姓知道了 一定会埋怨国君残暴 而且邻国听到了 也一定会耻笑国君 轻视其国 这是第三条死罪 来人呢 把他打入大牢 燕子虽然是在 隶数养马人的罪状 可齐警公听得明白 立刻说 把羊马人放了 不要因为这件小事 阻碍了我的人症 可见说话语言 委婉含蓄 旁敲色击 这效果啊 非常神奇 而直来直去 这种说话方式 对于家人 或者交心的朋友而言 还是比较能够 让人接受的 可是在生活当中 大量的话 不用直接说出来 话里带出来就行了 更有不能直言的一丝 就得靠暗示来表达 迂回含蓄地表达你的观点 无疑这是口才 技巧当中 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 与那些说话过于直白 容易伤人感情 和自尊心的人相比 说话委婉的人 更善于调节 尴尬的谈话氛围 所以 我们不妨从侧面 打开缺口 采取迂回战术 进行说服 所谓绿叶衬红花 有对比才能显出差距 这回话艺术当中 对比用得好 能突出你话语的力量 不管是说服 拒绝 还是提问 都能够让你轻松地 达到目的 一位顾客到一家电脑 专卖店买电脑 顾客问 你们这牌子的电脑 怎么这么贵呀 销售人员回复 确实 相比同类产品呢 我们这电脑要贵一些 但是啊 它是贵在做工更加精细 这技术含量更高 比如说 与同类产品相比 它的散热就更加的好 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 它也会稳定地运行 不会因为散热问题 而影响您的使用 经过这么一番对比 顾客自然就看到了 该品牌电脑 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优势 贵自然就有了贵的道理 在运用对比的时候 要注意以下的两个问题 第一 对比的对象 应该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事物 否则 对比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比如有人问你 太阳有多大 你不能说很大 比地球大多了 而应该用地球作为对比 告诉他 130万个地球 才抵得上一个太阳的体积 那么这样一对比呢 对方就会明白 太阳究竟是有多么庞大了 第二 对比要注意合理性 所谓合理性呢 就是指 对比的对象 应该是属于统一范畴 并且对比的双方具有相反 或者相对的性质 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另一个主题 叫做正面回答 给对方留下好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开口就能说重点 本书作者刘薇 由平哥为您播讲 一天中午 四岁的东东忽然一路小跑上了楼 妈妈正在做饭 看到东东着急的样子 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 于是赶忙放下手中的活 问东东 东东 怎么了这是 东东看到妈妈着急的样子 也开始紧张起来 妈妈 我 我看到 一个 看着东东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妈妈着急了 说 别急 别急 慢慢说 而东东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么一着急 那更是把东东妈妈吓得够呛 其实呢 没什么大事 我们常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说话也是一样的 心里一着急 说话时就会吞吞吐吐 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不仅自己着急 听我们说话的人也着急 所以 遇到着急的事 更应该慢慢说 说话时就会吞吐 不仅自己着急 说话时就会吞吐